前身为上海交通大学基电分校热加公教研士 面向中国制造2025 设有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焊接技术与工程 电子封装技术四个本科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 并获批上海高校三类高峰学科 涉及并包含了先进芯片加工 高端制造 先进材料 智能成型等专业领域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通过2020年工程教育认证申请受理 传承发展与材料工程相关的科学知识 以现代制造工业中的表面工程应用 复合材料研发和工程质量管控为特色 培养具备设计、生产、研发、质检和管理等能力的高等工程技术人才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培养具备机械热加工专业知识与应用能力 能从事机械制造领域热加工方向的生产设计 试验研究、运行管理和经营销售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焊接技术与工程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技术 是现代制造业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 培养掌握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理论和技术的高级工程应用性人才 电子封装技术专业以先进的微电子制造为基础 为先进芯片制造、集成电路、电子器件的绿色化、规模化和高可靠性生产 培养系统掌握电子封装、微电子制造、材料科学、电子电器工程等交叉学会理论基础 高等工程应用性人才 目前拥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上海市激光先进制造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教学科研平台 供学生们开展教学实验及创新研究 学院中心实验室现有建筑面积4500平米 拥有超高真空磁控建设仪 智能激光加工系统、3D打印系统、透射电子显微镜等 先进的材料制备、加工和分析检测设备 材料工程学院现有教职工105名 专职教师共86名 其中兼职院士1名 国家级高端人才1名 教授12名 副教授33名 学院已形成一支、整体结构合理、基础扎实 团结奋进的教学科研队伍 学院坚持依托产业办学 已形成了以工程教育为重点 以培养高级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办学特色 学院先后与多家知名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多方位的产学研合作 积极推进新工科人才培养战略 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和现代化制造业的发展紧密结合 依托学校的创新创业平台 学院鼓励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的竞赛和创新活动 近五年学生获得各类竞赛奖444项 其中国家级奖项99人次 市级奖项314人次 尤其在全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应用型人才精和技能大赛 上土碑先进成土技术与创新设计大赛 互联网家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多个奖项 学院的团学活动也颇具特色 结合学院明星社团 护鱼社 魔术社 打造智慧坊养老院 长期志愿服务活动 以材料说材质轮盘为品牌歌创活动 丰富了随身的第二课堂 大家好 我是王健 2000年毕业于上海工程基短学材料工程学院 书型成型工艺设备专业 自毕业以后就进入上期工作资金 留年开始从事新能源研发工作 莫显第二任上期接能 便去系统部总经理制 学校给大家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相信大家一定能找到 今天的自身特别的工作岗位 做到学义之用 谢谢 欢迎报考上海工程基短大学材料工程学院 让我们一起探索材料准备吧 我们下期就订阅inc